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志荣基金会营运总监李竹恒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谢谢 那么其实我想观众朋友 我们一定常常提到说 好像这个出生率都不够啦 小孩生的少啦 相对的人又越来越老啦 所以好像老化了 不过有一个现象是 最近我们可以关注到一个 就是人口的这个成长的问题 就是说出生率跟死亡人口呢 现在出现逐渐会有一种交叉 也就是说你出生的人呢 现在很快的就要比这个死亡人口还要少 那这种现象 有人说是死亡交叉 我想这讲挺有点恐怖的 但是其实就是出现一种交叉 也就是说我们死亡人口 恐怕连比出生的人都还要多 那整个的社会这种现象呢 我们也再看一下 其实及格像六都的状况呢 也都有变动 我们最近不是才看过 其实六都呢 因为这种出生率的差异之下 有的城市 现在是第几大城市都出现了变动 不是吗 你比方看像高雄的最近的这个 自然增加率呢 就少很多 相对的就被其他的地区给赶过去了 我想这个问题 我们关注了好多年 但杨老师 其实你也知道 好像就好像越来越恶化的感觉 是的 那个就是说 在人口学的研究里面 人口有一个惯性 过去时候政府 它比较抱持一个乐观的态度 它说我们人口的这种死亡交叉 就是说出生率低于死亡率 它可能在2022年 就是2022年的时候发生 但是我们人口学者 我们根据过去的这种人口关系 我们发觉说 可能就在 就是在2018年 或者2019年发生 就是会提早出现 对 会提早出现 因为我们的生育率 一直还是在往下降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鼓励提升生育率 好像过了这四年以后 好像从2010年 2011年开始 过了这几年以后 好像它也逐渐的 好像热情好像消失掉了 所以说出生率的这种下降 加上高龄人口的增加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就是说出生人口 会比死亡的人口还要来得少 所以这未来就是一个人口 负成长的一个趋势 其实台湾 好像是还蛮自由的地方 所以要不要生育 随便大家 我们也不是一个极权国家 要强迫大家 就是可以动员起来 要生小孩 可是这样急速的下衰 就纯粹大家就是说 养不起小孩吗 就是这样子吗 可能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在中文院 我们做了一个研究 从1985年 1995年跟20055年 我们做这三年比较 我们发觉很有趣的一个趋势 因为高龄人口的增加 还有小孩子的减少 但是小孩子在家庭中 所占的支出的比重 它是全世界最高的 我们跟瑞典比较 瑞典才3% 但是我们台湾是65% 你看这差了20倍左右 你等一下我们有没有清楚 你是说小孩的所需的费用 占家庭的开支65% 对 就是0岁到24岁 它占个人支出的比重 这是干的比重 我们跟全世界其他国家来比较 日本大概是35% 大概是35左右 但是我们台湾跟韩国 就南韩 它非常的近视 我们是64% 韩国是60%左右 所以我们这两个国家 生育都非常的低 因为小孩的教育费用 尤其是0到24岁 小孩子的教育费用 还有因为教育扩张 然后年轻人读研究所 他们不做事 说这样的一个趋势 家长的负担越来越重 我们也就是说有一个趋势 就是我们要生 质量比较好的孩子 而不是要生很多的孩子 说父母亲对于小孩的支出 它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原因的话 可能是造成一个生育率 大家不愿意生 或者生了就不愿意再生 第二个的原因 当然其实我们讲讲台湾的恐怖地方 这个可能也可以突现一些 城市间的差距 这个人口增加率 这个衰退的状况 每一个地区不太一样 我们刚才看到六都 其实我们一般的地方 可能可以还有一些 你们看看比较负 就是呈现负成长的哪一些 最严重 嘉义县 屏东县 台东 云林 南投 花莲 比较有点像偏乡城市 或者是就是比较农业县市 就比较没有工业化的地方 就人力不聚集 就大概就回归到 以这样的发展趋势 其实我们在场也有两位 女性在场 或许除了这个整体的分析之外 从女性经验可以看到 一般的社会上 好像这个人口所产生的 年代影响力 国家会烦恼 个别的人 我们个别的个体 大家有在烦恼这个问题吗 多多少少还是会 因为事实上 如果说我们的人口不持续成长 甚至是一个恶化的趋势的话 你会影响到整体国家的人才的竞争力 还有台湾整体民众的消费能力 我先补充一下 刚刚老师讲的观点 就是说 为什么台湾人不喜欢生小孩 不是我们不爱小孩 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跟经济环境 让大家觉得特别是一般临死薪水的上班族会觉得压力好大 举例来说台湾现在的状况是我们上班族的平均金资看起来三万七好像还不错 可是扣掉通膨之后 我们的薪水其实是17年前的一个新低的一个水准 那更不要说17年前的房价到现在平均涨幅是二到三倍 也就是说我们的薪水没有涨 物价在涨 房价也在涨 所以其实大家压力很大 他就会觉得说一对夫妻一对新婚夫妻 我可以养得起自己 我甚至拿一点钱孝顺爸爸妈妈公公婆婆之外 好像就没有其他多余的能力可以来养小孩 那比较妙的是 其实如果说这个夫妻的收入比较好 或者是这个六都里头 他的经济状况比较好 补贴也稍微多一点点的县市 确实可以吸引鼓励年轻夫妻多生 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六都里头新竹 新竹的人口最新的数据是破44万人 十年来增加5万 坦白说我大概两个月之前 因为常去新竹出餐 可是很少去新竹百货公司逛 那因为我很多的同学朋友在足课上班 有一次他们就跟我说 严利亚我们你来逛逛新竹百货公司 你会吓一跳 然后我真的去逛吓一跳 为什么 小孩好多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一对夫妻 大概会带两个小孩 甚至会带到三个小孩 可是就我们台北人 就是我们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其实台北的小孩子没有那么多 所以确实就是说 因为你在竹科上班 薪水比较多 然后竹科的福利也比较好 那再加上呢 就是其他的一个补助的一个金额 也会让大家觉得说 多多少少也有能够发挥一点的功能 所以新竹的生育的情况确实比较好 可是整体大环境 确实让一般上班族会觉得 生小孩其实压力有那么一点点大 那我再补充另外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是 我很多朋友跟同学 他们即使结了婚 那有些人就是生了一个小孩之后 会问他们要不要生第二胎 他们就说他们不想生 为什么 他们会觉得说 在台北市或在新北市 他们最大的心愿是 小孩子呢 如果读了这个托儿所 起码可以读个公立的 不要去读私立的 因为公立跟私立 其实学费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大家的烦恼就是呢 抽不到公立的 居然呢 要在这个去抽签之前去行天宫 去庙里头拜拜 大家就知道这个其实 我想是真的 其实大家就可以理解 就是说养一个小孩 光是教育费 完全吻合刚刚老师讲 光是教育费 就会让一对夫妻觉得压力好大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各县市政府 目前可以做 而且呢可以立即改善 就是新婚夫妻 或者是一般上班族夫妻的经济的 状况就是你广设公立的托儿所 跟幼稚园 我觉得这是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也请教李总监加入讨论 其实生育小孩 我记得在我们小时候 看到的左右邻居很多的妈妈 是专职的职业家庭主妇 那她是专门生小孩带小孩 所以那个家里四个八个都很常见 就好像也大家那个时候 还要倡导节育概念 那个时候因为小孩要有人带 那到底现在小孩花费最多的是 是让父母觉得花费多 他的学费教育费 养育的费用太高 还是真的因为现在家庭都是双薪家庭 没有人能带小孩 有没有人专职带小孩 这个问题到底严不严重 现在是双薪家庭 而且女性受了高教育程度之后 其实在工作上的追求的成就感 那个成就感其实比在家里面 打扫家务 然后把小孩喇叭长大 更有人跟她说你做得很棒 因为在家里面 我们反韩过很多很多的消费者 在家里面做这些家务 她是没有酬劳的 这之前日本月星交期的这个热门的影迹 已经在告诉大家 然后再来就是你做得很棒 回来老公也不会说你太好了 然后或者是婆婆也不会说 你做得比我当年好 绝不会一定是她的当年比较好 所以这个如果把它当成一个任务或工作 它并没有成就感 那与其在外面你的工作 你可以有职业的发展 为什么要把生活或时间投入在这边 那所以替代性的母职 或者是养育的这些任务 就需要被释放出来 那另外一个在我们的观察里面是 家庭里面的结构 任务分配结构也在做转换 过去我们的父母辈 是爸爸是经济支柱 所以爸爸工作不用做家事 通通都OK 不用管小孩通都OK 只有就是三不五十揍一下 可是现在不是大家都在工作 所以父母两相亲 应该说夫妻双方对于家庭的维持 大家是分工合作 甚至是小孩的养育过程里面 你也要分担家务 所以它是一个任务分配制 跟过去由一人来承担制 其实是不大一样 所以家庭结构里面 大家的任务分配在做改变 另外我要补充 就是刚刚杨老师说的 其实死亡交叉 如果就人口结构的份额来看 其实死亡交叉 已经在今年2017年的2月发生了 其实那时候 我们的65岁以上的 长者人口的人口数 已经高于14岁以下的 幼年人口数 所以在这个人口结构上来看 我们已经慢慢的 走入高龄社会 那2025年 我们就会走入 所谓的超高龄 也就是所谓定义的 65岁以上的人口 高于20% 其实更可怕的是 2060年的时候 这时候的数字来到40% 也就是10个人里面就有 4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 那这个数字看起来也还好 可是那时候 我们就会是全球 第一名最老的国家 所以我们连老这件事 都跑得比别人快 老的速度都比别人厉害 那这件事情 当然会这么的严重 也是因为不生的原因 所以造成整个结构 其实我们面临的老化问题 还蛮严峻的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那另外一点 如果就 我换个角度看 我们现在会看六都 然后会看一些农村城市 感觉人口结构 就是老化的议题 或者是生育率 这件事情落差很大 但是坦白说 台湾并不是太大 其实这些农村的县市 是因为年轻人 都到城市里面去打拼了 所以像新竹市其实是一个台湾最年轻的城市 所以那里面的很多的设备都为了妇女而做 那台湾各个县市都有不同的结构 面对老化的状态 什么样的城市 其实适合打造成已老安居的城市 什么样的城市 其实适合打造成年轻的城市 或者让年轻人打拼的城市 我觉得可以换个角度去看 我们的人口分配 去回应这个问题 而不是各县市 每一个独立来面对这个状态 其实这几年我们看到政府也常常在呼吁 大家鼓励生育增加人口 好像效果不张 杨老师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新生人力是国家动员力的话 我记得我们在北韩采访的时候 他们就说他们国家就已经意识到 连他们 这国家人家常常行为 他们可能吃的不是那么受限 他们都计划性的希望生育到三个 也就是能够超过 这才能够父母两个 那现在人口能够超出 他们都希望计划性的来增育 可是我们现在这种国家也很难 可是怎么样用社会的动员力来增加人口数 从你们的研究有没有办法 因为你刚才提出一个字 我觉得很有意思 而且希望人口的增加是优质人口的增加 所以这个就是难上还在加难 因为我们也知道 现在其实有很多家庭经济条件很优势的家庭 其实反而生的少 相对生的少 有很多家庭反而其实越生越辛苦 所以其实真的有没有什么办法 在设计上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基本上我们从我们的研究里面来看的话 就是鼓励妇女生育 就是一致性的补助 比如说两万块两万三万块 让你生育 我们发觉说这个妇女 还有一般受访者他们对这个是不是太关心的 一般的说就是三十二十到三九岁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要的是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零到三岁的这个托育 他们希望托育能够就是说免费或者说能够减免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客后的辅导 如果说我上班我回家的时候 小孩子如果可以有一个客后的辅导的话 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 方便他们上班而不是说四五点要赶着回家带小孩 所以最好能够晚上八九点再回家 还有一个就是学费的补助 这三个是大家希望的能够说 真正的说能够来鼓励生育的 因为我们晓得我们在台北市 尤其我们现在双新家庭已经变成一种常态了 我们做了一个研究 我们研究说一个女性如果说她离开职场 她去在家里面带小孩 大学以上毕业的女性 她一年损失要快到八十万台币 所以这是很大的一笔钱 如果说所以说大家 大家就是说生完一胎 但是不愿意生第二胎 我们也发觉说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发觉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女性 她们有一个亲密关系 但是她们不会结婚 直到怀孕 她就开始她就走入走入婚姻 我们发觉大概是47%左右的女性 因为怀孕她进入婚姻 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她们进入婚姻以后生了第一胎以后 她们就不生第二胎 所以我们真的要鼓励生育 我们是要大家要生第二胎 不是生第一胎而已 因为我结婚的话我会生一胎 但是我不愿意生第二胎 就是刚刚两位女士所讲的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职场 还有这些照顾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鼓励 真正要鼓励是要让大家生第二胎 我们才能够有希望 生育率会减少我们老化的严重性 那有没有人可以协助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愿意生一胎 不用生第二胎 你生了一胎 必须说实际上 现在的初婚年龄已经往后延了 那女性30岁 男性33岁 我女性30岁结婚 我前三年我想过良人生活 为什么要生小孩 好了到我33岁 好不容易怀孕了 小孩玩过几年之后再生一次 就是从很痛苦的过程 全部再来一次 那坦白说经历一次之后 你不会那么想再快速的经历第二次 等你忘记那个麻烦 想要经历第二次的时候 你年纪又已经达到超过38岁 所以你的成功几率又降低 所以我其实有另外一个好玩的建议是 应该鼓励第二胎 多生第二胎的同时 鼓励年轻人提早结婚 因为你提早结婚 你的可生育年龄的几率年限是拉长的 那可能有时候大家一时不差 或者是临时中奖 就能够增加一点点的幸运 我们当然其实从不同角度来省思这个事情 当然生育这个是不能强迫的 但是如果还有自己可以选择 要不要生第二胎第三胎的人 真的可以想想 你小孩子没有兄弟姐妹 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 那是很辛苦的 再加上他们如果这样都迈向不婚的话 都是那种个体户 我觉得这个在社会上生存 确实又会出现很大的社会形态的变动 那不过我想这个问题以外 确实刚才我们总监也提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生育当然是不多 但是呢既然我们面临了 这是一个老年化的社会的话 那么老年社会 就是说我们也必须提早去面对 台湾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也就是急速老化家庭 老人很多 那么老人的结构一变动的话 那老人的经济体 它就有不同的现象 我不知道杨老师是不是在这个上面 也有做研究 所以我们如果提早要面临 这都是一个老人社会 那其实就是商机也在老人身上了 对 现在有很多的研究 尤其在日本 他们把老人这个商机 视为一块很大的一个领域 就是怎么样来鼓励老人消费 因为我们就是说 在这个婴儿潮的这些 这些现在已经 65岁上这些老人 他们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可能是享受到 这个经济成长是最好的一群人 所以他们 其实他们可能有一些资产 但是你要怎么鼓励他们花下去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也发觉说 在台湾 一般的老人 他到75岁以前 他还是会把钱给他的子女 还给他的孙子女 就75岁以前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小孩教育费很重 然后小孩就是他们的孩子呢 也是要负担很重 他们会这个财产的转移是 75岁以前还是把钱会给子女 还给他的孙子女 到了75岁以后 他才享受子女跟孙子女 对他的这个孝季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 所以说日本他们也有这样讲说 我们要鼓励 怎么样鼓励老人 把这钱用在这孙子女上 不仅是说教育 还有其他什么要给小孩子 要怎么样来产生一些 这种消费的这种行为 那现在他们日本人 他们在鼓励这一方面 蛮重要的 把钱给用在下一代身上 用在下一代上 不但用自己上 还要把用在下一代上 比如说要买这些 就是能够消费 就是如果说你是老人 只是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面 不消费的话 那这经济就提振不起来 就怎么样鼓励老人消费 把消费在自己的孙子女上面 他们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好 那这样子说消费 才能带动整个经济循环 我们过去常常讲什么带 教大家怎么样理财赚到钱 然后存起来 然后越滚越大 不过这个艳丽应该很在行 就是现在这个题目反过来 问你怎么样鼓励大家去消费 就是说在这种老年化的社会里面 有那种消费力的带动 应该是这么说 其实过去的好多研究都显示 老人其实是最没有安全感 然后消费其实最保守 理财也是最保守的一环 那国内也有几家基金公司 跟投系公司 他们这几年做的调查都显示 其实台湾的民众呢 对于纯退休金这件事情 都没有做好准备 通常呢大概是55岁 才开始会去想 我要怎么样准备退休金 可是55岁才开始去想 其实都已经来不及了 那为什么 就观众朋友会说 那为什么你不30岁40岁 开始是准备呢 没有办法准备嘛 因为你还要养爸爸妈妈 然后你有小孩要养 然后还要搅房贷 还要搅车贷 所以几乎都是 不够用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说 其实你55岁才开始准备退休金 是完完全全是不够的一个情况 那更不要说现行的一些 劳退基金 或其他的一个相关基金 对那现在都有在做一些 调整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想退休金不够用 这件事情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常会在很多场合去 鼓励民众或者是鼓励观众朋友 就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思考 你是不是固定要拿一笔钱 来做一些比较中长期的一个 投资跟理财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想呼应刚刚老师讲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 因为其实台湾现在迈入了老龄化的一个社会 这个速度非常快 就是说我们台湾是全世界人口老化 速度低迷的一个国家 我们的生育率是全世界倒数第一名 很妙的是我们的离婚率是亚洲第一名 那我们房价的所得比是全世界前三高 其实这都是环环相控的议题 也就是说你房价这么贵 大家就不想生小孩 大家也不想结婚等等 这是呼应我前面讲 你说我们离婚率也是亚洲第一名 我们的离婚率是亚洲第一名 对那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问题 那要呼应刚刚老师讲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我们这么快的一个迈入 所谓一个老年化超高龄的一个社会 我个人其实会比较担心的是长照的问题 然后吃饭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医疗器材 我们是台中人 那台中的设备这样一个月下来 我们大概至少就要花四万多块 那所以其实就是说 当然我的收入还可以 所以这四万多块我们还可以负担 可是像我另外一个同学 他就非常非常的不幸 我另外一个同学是 虽然他跟他先生的薪水加起来十二万 可是他爸爸妈妈刚好都是失智症 全部都要住养护中心 那换句话说一对夫妻 刚好爸爸妈妈的这个状况 让他们的这一个月 就是说一个月要缴的钱 大概就是八到十万块 等于是入不敷出的一个情况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长照政策 就是大政府有在做一些推动 可是其他是不是有更完整的一些配号措施 让我们可以更轻松 或者是我们的压力不要那么大 那事实上因为长照的一些医护的原力 他也是严重短缺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到 我完全无法想象 十几二十年后 如果真的要运用到长照这个制度的时候 极有可能没有人可以照顾我 也许就只剩下机器人来照顾我 因为我们是一个完全就是制度 没有办法衔接上真实变化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政府 可以好好努力的一个方向 其实杨老师有没有分析过说 什么样的因素造成在台湾现在 其实本来这是一个很传统 我们过去这几十年 也是从一个农业进入过渡到一个工业化 那现在迈入已开发的这个境界 怎么会很多的数字跑第一 出生率最低 离婚率最高等等 各种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 这么先进的指标 这个就是像我们的离婚率 是全球排名第四 就是仅次于瑞士 美国 还有一个其他国家 就是我们排名第四 因为我们台湾在这个变化的 这个人口变化的过程之中 我们就是说我们过去 我们就认为说 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拥挤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没有顾到说 真的说这个所谓的这个人口 这扫子化现象会影响我们社会这么严重 因为就是说我们太晚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台湾声音率还是很低 大概1.13左右 但是日本它已经到1.4了 因为日本他们20年前就开始着重这个问题 而且他们有回升的现象 他们就是回升到1.4 就是1.4的话那是可以的一个水准 所以他们 但是我们现在变成另外一个很主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这个都已经变成一个事实 就是说因为人口它就在这里 你不能够改变它 它是一个事实 所以现在在亚洲的国家 比如说韩国 日本 他们就开放这个移民 变成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未来的一个政策 我们将来是不是也要在这方面要来思考 也是变成我们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当年这个人口 也就是说不是自然出生的 自然增加的 就用移入的方式 这是一个思考的方向 或许可以看到 整个的国家要因应这个老 技术老化应该怎么做呢 早期几十年前大家听到像加拿大也鼓励移民 不管你是技术移民 或者你带着金钱去投资去移民 过去的美国 它也像是所谓的大荣乌也大移入 那么台湾能够有什么样的国家移入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情景 我不知道总监可不可以参加意见 我延续刚刚离婚的话题 就是离婚这件事情 如果百年龄层拉开 其实现在离婚的高峰 不是在年轻族群 而是在中年50到54岁 所以我们在看日本中年离婚为期 其实台湾的社会也开始有这个问题了 那志永基金会其实这五年 就是五年前 施先生就感觉到这个社会的问题 所以五年前我们就开始投入 台湾的中高龄需求趋势的研究 那我们看的不只是现在的65岁 而是未来的一大群即将要退休的老人 长者 未来长者 那我们从50岁开始看 为什么 其实现在从台湾的退休年龄 也是亚洲第一年轻 我们平均的退休年龄 公务人员大概在50 56岁 一般人大概在60岁 可是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 那我们的余命其实是在延长当中 那躺床期现在83岁 如果躺床期算7年 60岁退休一直到你进入躺床期 中间有20年 基本上等于你从零岁开始 又念完了高中 还念了一半的大学 这整个人生是要重来的 那如果我们看长照 把它看成福利市场 其实福利市场很难产生市场 很难产生经济 因为里面的所有的费用拆解都是透明的 如果要看成经济其实是前面活药期的这一段 那活药期的这一段 如果我们把它看成市场 不是把它们看资产 不是把它们看成负担的话 食育住行娱乐里面 其实针对这些潜在的长者 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 因为为他们所准备的服务或产品 在市场上基本上寥寥客室 你指的为他们准备 这是几岁到几岁之间的 其实以生理状况来说 男性比较辛苦一点 年过40岁 其实你的生理器官的老化 就已经在走下坡 女生开心一点 我们从50岁开始走下坡 所以你光看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衣服好了 当我们去做这个套的动作 当你的关节上面都有点危险的时候 你的衣服的设计要重来 对女性来说 我们的内衣的扣法可能就要重来 那日本是会很早 它的厂商就在准备这种小小的准备 甚至有一个拉链型的装饰 其实它是让你就这样拉着 你后面的衣服就能够扣起来 所以食育住行娱乐里面 因应生理的退化 那就是另外一种伤心 对 另外一件事情都要重来过 你包括现在开牛奶 上面的盖子非常难开 可是你怎么让它好开 将来家里也没有别人帮你开 没错 因为家里也没有别人 所以自己来 没错 然后再来是 虽然家人都住在一起 可是大家生活步调都不在一块 现在的家庭号 你以后可能就一个人喝 怎么能够用家庭号呢 所以所有的物件 所有的服务 其实面对这一块 如果把它当作新的消费群 他们有他们的特征 重新来设计过 这个商机目前没有打开 你讲这个 我觉得很意思 台湾不只是没打开 没有意识到 我唯一有看到就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买吐司 我小时候吐司 那样长的每次都买一条 最多是买半条 就是可能有一条或半条 乘几何之现在的吐司 看到现在每次买三片四片 现在开始出现了 就是因应现在的社会的变动 还有以前蛋糕 每次买至少九寸以上 现在真的出现在蛋糕店里面 就看到县城摆在那里 就等你去买了 就是两人蛋糕 因为家庭里面就剩下没多少人 这是很快速在食物上面做反应 不过我们刚才李总监提到这个问题 这真的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就是说他今天因应社会结构 我们还是得生存的 所以很多社会形态 经济消费模式都应该出现了 因应做了转变 其实也就是危机也是转机 那转机也可能就是商机 如果从正面先看 一方面人口的问题要处理 可是一方面同时我们的生活的形态 也要开始出现一些因应 就包括机器人的出现 可能我们想都可以想得到 所以这个商机可以有哪些可以出来呢 燕丽有没有想法 有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商家 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取经 日本的一些状况 那首先就是我们必须正视到 所谓的一个高龄化 还有所谓的一个单人 就是个人的一个商机 那像之前有一些餐厅 有一些火锅店 他就会规定说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人来吃的话 我们的服务费就要多收多少钱 那其实如果说你去对照日本 那日本的情况就是 其实他们的这种单人火锅 早就都已经是未为风潮 那业绩也很好 也没有因为说你是一个人来吃 然后我多收你服务费 可是在台湾 其实在过去这几年 这样类似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 所以其实因应高龄化的 这样的一个社会就说 还是会呼吁我们的商家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趋势 然后我们要做好相关的一些 配套措施的一个准备 否则你会有其他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纠纷出现 那其实日本的状况很有意思 就是像刚刚总监提到的 就是说因为人活得更久了 那其实很多年纪很大的老爷爷 然后奶奶 他们就是一方面可能之前 自己的储蓄都是刚好用在小孩子的身上 另外一方面可能本来的 这个准备的推收金就不是很多 反而到了70岁之后就会发现 哇 我的身体还不错 那身体还不错 钱不够用怎么办呢 去打工 所以其实现在在日本 有一种职场的趋势 就是说70岁的老爷爷 老奶奶来百货公司 来超商打工 他服务的对象不见得是年轻人 他服务的对象是50岁的 这个中年的妇女或中年人 因为70岁的老人 他走过50年 50岁的这个年龄层 所以他会知道说 50岁的这个年龄层 他的需求是什么 我举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 过去这两年有个很红的 80岁的一个老奶奶 他在日本的百货公司 就是卖 专门卖那个给 就是年纪比较长的 妇女的这个用的保养品 那他们业绩非常好 是他们那个公司的前几名 那一一记者就去采访 就去问他说 哇 你业绩这么好 有什么佩服啊 他就说没啊 我就会想说 我当年50岁60岁的时候 我的皮肤状况是什么 那我就会给他们一些建议 而且呢 因为曾经走过这个年龄 所以我就会知道说 这个年龄呢 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安啊 或者是有一些家庭的状况 我们就会有共同的一个话题 也就是说其实 不管是70岁或80岁 在现在日本的一个职场趋势是 第一个打零工 第二个他甚至会有 创业的一个机会 他甚至会让自己在网络上爆红 然后有一些产品代言的一个机会 所以其实我还蛮鼓励大家说 因为以后我们也会老 那当我们老的时候 然后我们不要放弃自己 这种二度就业会不会增强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呢 尤其是他们的续心到底是从头开始 还是他有一定的年资 有一定的备份 有一定的费用呢 我不知道这个 可能出现新的经济形态 对 就是说在这个 因为就是在韩国 他就是老人退休年 他是到72岁 所以他是非常长 但是韩国 他就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制度 你从一个工作退休 比如说你的工作 你本来是全新的 但是你还在做这个工作 你就是半薪 或者说按照你的时数来计算你的薪水 所以他并没有抢到年轻人的工作 所以我们整体要来改变 说我们对零的概念 因为我们做过一个研究 我们问台湾人 都认为自己几岁是老人 不管是男生 是男生的话 认为自己要65岁就是老人 但是女生的话 认为自己60岁就是一个老人 我们在台湾 我们做过这样一个调查 所以我们就发觉说 就是说大家要改变我们的观念 因为我们的平均寿命 是跟英国一样 英国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回答说 70岁才算是老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 他其实可以在劳动力市场来工作 或者来参与劳动力市场 这样的话也可以解决 我们所谓的一个 劳动力短缺不足的问题 我想说大家不用担心说 老人会跟年轻人抢工作 因为老人他做的工作 性质是跟年轻人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说能够鼓励 全社会动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解决 我们所谓的老化问题 也可以解决我们 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我觉得说我们观念需要改变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李总监还有没有什么 社会上这种老年化的一些观察呢 我补充刚刚从劳动力 然后谈到经济准备 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市场 我们看的是他们的生活准备 其实现在50岁以上 全台湾的人口有842万 如果扣掉有50万 可能要使用长照 把它看成市场的话 有792万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 对我们来讲 我们刚刚有讲说 其实现在各式各样的研发 都百废待举 应该说从来没认真做过 那他们能够做什么样的贡献呢 我们最近两个月 其实做了一个全台湾 非常大规模的线上调查 总共有8万民众回卷 告诉我们他的生活需求是什么 其中50岁以上的回卷 达到3万2千 透过线上问卷 然后70岁以上回来4千份 这边背后代表什么 我们的长辈不同了 他们愿意接受新的科技 来表达他的声量 那当初基金会去使用这个方式 是因为网络是年轻人的世界 没有中高龄的声音 但是他们可以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媒介 让他们的声音曝露出来 那这份调查 生活里面大家最需要的第一名 叫做生活自理 就是自理打理生活 这背后代表什么 其实我们的长辈要的是一个尊严 跟自主 从自己处理家务事 家内事开始去展现 我存在 我有用 我可以继续做贡献 可是家里面的家务事 现在都变得不容易了 比如说打扫 我们的阿姨们 对于清洁这件事情 就是跟年轻人不一样 年轻人见得得脏 他们没办法 所以可是现在关节不好了 你弯腰去打扫 或者是抹地 已经变得很辛苦 所以他希望有一个 更简便的方式来处理 那我们会说 那你就用扫地机器人 可是他还要湿 对 不够干净 对 然后他椅子下面 他要搬起来弄 所以你不太可能每一个动作 都一个robot帮你 所以最后他们希望的是 我们给他们很多选项 所以最后却贫重贤的是 用专人服务 因为一个人可以处理很多事 那这边背后代表的是 他要的是一次性的综合服务 那另外一个痛点叫做 吃营养 吃健康 这是第二名 就是长辈我们好像觉得 大家都吃得很好 现在这个台湾到处都是餐厅 还有吃不好的吗 吃得好 但不一定吃得对 吃得营养 他们意识到了 从我们各县市的分数里面 最好玩的发现是在台南市 到处都是小吃 美食之都 他们的第一名 就是吃营养的问题 所以长辈开始意识到 你的要活得健康 除了要运动之外 吃是最一日三餐 最简单的事情 可是怎么吃营养 吃哪些东西才对 然后我的身体 每个人带的病痛又不一样 你该怎么样的对应 所以这是两块最主要的商机 那这边回应是 现在台湾的IoT很多 可是IoT做的都是有效率 但是长辈要的是安全 所以我会觉得说 年轻人在看长辈的麻烦 跟长辈自己看自己的麻烦 画的重点不一样 导致他们感觉这是个市场 可是为什么他们一直不买单呢 我们在看的问题是画错重点了 好 那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在探讨的过程 让大家真的会提前 就去体会一下 其实台湾在老年化的社会 整个的环境都在变动当中 也自己可以设身想象 现在的你 那么应该怎么铺陈 如果你还有机会 还有时间的话 应该怎么结构你自己的家庭 因为再过十年后 你会是什么样状况 二十年后 甚至四十年后 你什么样状况 人生要及格规划 今天这节目谢谢您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